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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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轉 再轉 目前為止她的順序跟方法 還有她的工具都選得很好 編法 所以我會稍微有點編 好強喔 好快喔 好快喔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女人我最大 今天要這個魔法教學一下了 我們的魔法老師就是威玲老師 所以今天要麻煩妳囉 因為我們現在認識妳了之後 我都發現那個下班族 上班族 上班族下班以後 就叫下班族 對 然後不再是那種就是都是直直的 好像都一樣對不對 對 現在都有那種有短的 或有染的 有燙的 有捲的 而且甚至會自己做造型 可是下了班以後妳就會發現 他們雖然都不一樣 但是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都很懶 那麼黏黏黏黏 不是 是真的不會 就好像設計師撿完都很漂亮 然後自己回去洗就變了樣 就變了不一樣 對 反正今天有分兩組 一組就是說 永遠都那麼醜的 是 因為本身長得不錯 可是設計師也把它弄得很漂亮 但是過兩天以後 他就那個了 走鐘了 對 招金 這一組的就是那種模範生組的 就算設計師找錯了 他們的巧手一弄 就回來 我跟妳講 妳說 為什麼在這一排 包魚最長永遠都是高角度 對 就是對老太頭最高角度 他今天是 沒有 他等一下要示範 等一下要示範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我說得跟真的一樣 這什麼東西 這頭髮是嗎 妳可不可以要教我們做這個 沒有 不是 這顆頭 因為妳知道這顆頭就是髮帶 可是很多女生的髮帶 會弄得很吊氣 所以我要教妳怎麼樣很簡單 就是變成我這樣 又有接頭感 很隨性 那麼就請方瑜 方老師 我們怎麼稱呼呢 還是余老師 李老師 李老師 請到示範區 好 首先要準備的東西是什麼 是 我們要準備的是一支尖尾書 然後這個髮帶 這個髮帶不要搶過 你等一下要 就是頭頂上的髮帶的風采 所以要低調一點 然後一個這種圓圓的橡皮筋 然後還有髮夾以及定型液 就這樣 然後我的髮帶在哪裡呢 我的髮帶就在我的脖子上面 就是現在很多衣服都有送這個 這個就可以拿來當作 就是多功能使用 就可以做頭上的髮帶 然後要戴髮帶之前 你可以先塞耳後 這樣子你才會戴得比較整齊 然後正中央打一個結 綁緊一點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拉裡面的頭髮 所以會有點空掉 先綁緊一點 然後再來調 好 然後通常很多人 帶髮帶只會做這樣 然後你看這邊就會這樣 撩撩空空的 所以我們要讓髮帶 跟你的頭髮融為一體 這是最重要的 今天尾書就派上用場了 從這個髮帶開始對齊往外拉 對 往外拉 往外拉 就是你要讓你的髮帶 不要那麼分別 跟你的頭髮那麼分別 分別 分明啊 就是從這條線往外拉 這條線往外拉 把它拉出來 然後裡面也是尖尾書 插進去往外拉 插進去往外拉 就是讓它呈現是融合的 所以如果你不想綁的話 你這樣子帶髮帶 其實就會跟你的頭髮融為一體 我會先把中間這一段 就是這個三角區 先把它夾起來 先把它用鯊魚夾把它夾起來 然後接下來就把 所有的頭髮綁起來 你看我這樣綁起來 它是不是就在裡面了 對 髮帶就在裡面 就不會讓你覺得 很分別 好 而且也可以固定 不會滑走 對 就不會滑來滑去 綁起來 綁下面一點 因為我們要做接頭桿 所以不適合綁太高 就會很奇怪 很跳躍 所以要低一點的馬尾 真的有方法 綁起來之後 再來把它放下來 中間等一下頭型的部分 要顧慮到 要顧慮到 它頭型還不錯 老師 對 它頭型還不錯 而且到目前為止 它的順序跟方法 它的工具都選得很好 然後 你就是稍微分一下 把你等一下頭型的這一段 再固定一下 為什麼後面沒有眼睛 可以那麼厲害 很低 然後這邊不是有兩邊嗎 我們要有一點變化 今天是教編髮 所以這兩邊要有一點變化 如果你平常很懶的話 你就把它全部綁起來就好 可是編髮 所以我會稍微有一點變化 好強喔 好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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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來這個 沒有啦 這種不怎麼樣的髮型 原來這麼高竿 很多美感 要不要稍微固定一下 看你 就是隨便稍微固定 隨便固定一下 因為等一下是全部綁在一起 所以我們這個頭髮 是不需要用到任何一根夾子的 然後把它抓好 然後跟剛才拆掉的那一個 還有頭頂的 好 把所有的綁在一起 你有一個沒綁 所有的綁在一起 等一下再來抓頭型 然後這時候這個 低調的髮帶就出現了 你就把它全部綁在一起 拿先 綁在一起之後再拉 拉中間 妳剛才留的這一段 多小步驟 稍微拉一下 對啊 而且那橡皮筋好醜 對 然後妳那邊都不低調 對 唯一的敗筆就是橡皮筋 這個頭型就差不多 有這樣子出來了 對 辮子有點被遮住 對 然後 前面的高角度是一定要 以及 以及這個 這兩個很重要 因為街頭感的髮型 千萬不要有這兩個 就會很像妝可愛 所以要把它塞到髮帶裡面 很像竹蜻蜓 對 這不好看 然後這個結要把它大一點 稍微把它拉大一鼓 就是這樣子 然後高角度把它再整理一下 看什麼目標 這樣子 很痛苦的表情 有一個好特殊的表情 不是 因為很多人 可能在噴瀏海的時候 你覺得要這樣子一下 就不會噴到臉 好了 Yeah 不錯 風雨的腳手不簡單 快速編髮 搭配絲巾或髮帶 輕鬆打造亮麗造型 下一位就是比較不會的 因為她好不容易到老師那邊 花了不少錢 然後去染了頭髮 剪了頭髮 結果自己不會整理 快點 好 老師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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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她是真的 她真的比較笨一點點 好 現在首先要有工具的是 一定要有兩根這個 分區的黑夾子 並不一定要黑色的 就是你要能夠分區 這不是帶出門的 對 不是帶出門的 這只是等一下你要 做編髮的時候分區 然後再來 就是你要有兩條橡皮筋 但是是小的這種 一個人兩條 對 一定要兩條 好 大家有看到 然後你一定要有尖尾酥 我的尖尾酥沒有 方芸那麼疑花 我的是走比較樸實路線 對 再來你一定要髮夾 兩根 好 你可以夾也可以不要夾 好 最後 謝謝 髮蠟 成為是中芬 妳不中芬好像搖滾樂團 妳會覺得妳不中芬 沒關係 無所謂 對 摸妳的耳尖 耳尖 妳的耳尖這裡 耳尖 對上來 對上來這裡 分區 對 好 分區 就是 好 張大展輔助她一下 好 然後這樣 這裡 妳要看 看老師創作 妳先看我 好 這裡 然後這樣 劃分線 就前面對前面 這樣有看到嗎 有 線 有 對 這樣 好 把它分區分好 如果你沒有夾子 妳就把妳後面這一區 隨便拿一個橡皮筋綁起來 也可以 好 後面把它收起來 成為 有 我有在看 分好了嗎 好了 好 綁好 乖 這個 好 然後這時候 等一下我把它 取一點髮辣 放哪 先看 要用小拇指 小拇指 然後這樣 抹它喔 對 妳好像完全沒用過 然後把它推開 它就會是軟的 然後 就抹上 因為這不油 所以就讓妳頭髮不毛 這樣 先 右手邊 對 右手邊 抹一抹 好 好了嗎 好 來 取一小塊 長方形 妳看我 這樣一小塊 一個囉 好 好了 橡皮筋 綁兩圈 綁這一撮 對 綁兩圈 這樣兩圈 然後要根部一點點 不要太靠近根部 這樣 好 然後挖一個洞 這裡 這樣挖一個洞 好難喔 這樣 對 中間挖一個洞 好 把這一串髮尾 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拉出來 妳沒拉出來 對 要拉出來 對 好 有了 到目前為止都還OK OK 好 這一串拿著對不對 對 左手 挑妳這個邊邊的頭髮 挑一束起來 隨便多大束都可以 多大束都可以 好 對 左手 好 把左手的手往上抬 往上抬 對 好 交叉 交叉 對 換手交叉 右手的頭髮拉緊 右手拉緊 然後靠近來一點 用妳的拇指 不是這樣 右手妳是不是拉緊了 然後妳要往上游泳 游好之後 把兩串頭髮扣緊 因為妳還要再拉別的頭髮 再拉一戳上來 好 左手再拉一戳頭髮上來 有 好 拉上來 跟上面那一戳 妳發生錯了 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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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進去 對 跟上面這一戳 有沒有...這一戳 對 這個手指 拉手 好這樣 對 妳另外一戳不要放掉 這一戳要拉著 對 這樣 對不對 然後抓 壓好 抓心的一戳 再拉往上 然後這不是剛剛的 妳就這樣子 這樣 拉好 然後到最後妳就可以這樣 永遠都只有兩戳存在 對 妳的是最簡單的 然後妳的還可以是這樣 去做頭型 做臉型 要看妳的臉型是什麼 然後去推它 然後把它拉到旁邊 對不對 然後再拿一戳來 妳在跟誰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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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疊上去 把它融合在一起 往後轉 對 一直轉 往後轉 下面的那一串要往上 下面就才繞一圈 算了 繞過上面 繞過最上面 這樣對不對 對 繞過最上面 算了 我建議你把那一條剪掉 再轉 因為兩個都要剪掉 這樣嗎 繼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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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轉 算我會 像不經 綁起來 好 兩圈 綁像不經 其實也沒有那麼容易 好... 兩圈就好 然後把這圈 妳這樣拉好啊 對 然後把這個邊邊拉鬆 妳別太用力 妳別把它拉亂 快閃了... 對 妳別把它拉閃了 輕輕拉 不要重來 不要... 妳不用重來 不要... 往上拉老師 往上 不是 這樣 妳看我 我跟妳一樣不是一戳嗎 對 對不對 然後我就是這樣拉外圍 妳看 這裡 這樣 一點點 用右手 好 右手輕輕的 好 沒關係 然後往後扭 這一戳要這樣 往後扭 有比較胖 往後扭 往後扭 繼續轉 再往後 繼續往後扭 再往後 有了嗎 有... 好 然後用夾子把它夾起來 天啊 我的第一根片子 真的假的 真的 好 搞不好妳做得還比我好看 其實還滿可愛的 對啊 在逸玲老師的精心指導之下 即使是手殘的陳薇 也能完成人生中第一次的編法體驗 究竟成果如何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網路超高人氣的妝髮達人 功力果然不是蓋底 今天呢 我就會教一個非常快速的編法 像我這邊是非常明顯的髮圈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會用 一坨頭髮 把這個髮圈也遮住 這樣就會有一體的感覺 好 來 預備 氣 卡住 我覺得觀眾會掉眼淚 太感人了 這一拍太感人了 對 他第一顆頭了 滿好看的耶 好看 而且因為他有挑選 所以他那個 很明顯 很明顯 不錯 謝謝老師 我回去好好練習的 接著下來 我們來看看這一位 他在網路上是不是 就是教大家綁頭髮 然後他的點 他的點閱率超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假的 是這一位我們 叫Dori D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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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 Dori 好可愛 我比較想學妳化妝 但是我本來就在教彩妝 然後什麼是髮型 只是自己有興趣 對 那這樣編要多久 我平常如果快的話 真的喔 那我們來看看Dori 要教我們編髮 要準備什麼東西啊 首先就是綁頭髮 我只需要一個髮圈 髮圈就好 因為我著重是在於 就是瀏海的部分 然後輔助品的話 就是最後的時候 我會噴這個 就是可以讓妳頭髮有光澤感 而且又可以順便保養 因為最近風很大 所以我就是會噴這個東西 今天呢 我就會教一個非常快速的編髮 那像我的話 因為我這邊瀏海比較短的關係 所以我會分一個超級大龐分 然後呢 再來就是一個非常簡單 女生都會編的三谷編 確定 好 真的 女生都會 來個五谷... 五谷交流到 五谷 妳在害什麼啦 不是 每次有這種就是 很會弄頭髮的人 我都好興奮 然後三谷編呢 就是記得不要 就是像我平常一樣 就是這樣子綁 因為這樣子綁的話 這邊會很扁 會變得很扁 所以妳的三谷編一定是要 反著編 什麼意思 就是一般你們不是都 就是往內這樣一直轉嗎 對 那這個方向是要 往外 往下 對 什麼東西 聽不懂 往外聽不懂 反骨 三谷 反三谷 反的 對 它叫反骨 因為這樣子的話 妳這邊前面這邊會有一個 可以這樣子伸縮的膨度 對 像我的話比較想要自然一點 所以我大概會綁到的長度 差不多是可以勾耳後的長度 就是跳到這邊 因為我比較就是不喜歡太死板 所以我不太會用黑夾子 所以我大概綁的那個位置 大概是可以勾到耳後這個位置 對 好 大概挑這一下 那我平常就會直接這樣勾 對 那如果妳的頭髮是比較細軟型的 你就是可以用小黑夾固定 那像我的話就是 粗硬 粗硬 中粗硬髮 然後直接勾耳後 髮量又多 對 好 好了 還沒 就是大概就是前面邊髮 就會長這樣子 簡單 對 簡單 就這樣子完成了 那如果就是如果風太大 你有想要整面下面的尾部的頭髮 對 我就會把它分到你習慣的一側 好 對 直接用橡皮筋綁起來 好 大概這樣 不知道 像我覺得這邊如果太扁 我會稍微的就是拉鬆一點 那我這邊的話 因為沒有上電捲棒的關係 所以很直 我的話平常就是 自己會上電捲棒 對 然後我選擇的 會是22mm的 因為 很多女生可能早上捲 你選擇太粗的電捲棒 到晚上的時候就會直掉 所以我就會特別選比較小直徑的 這樣你的持久度會比較久 就是比較細捲一點 對... 然後平常我就是會直接這樣捲 因為如果你都是直的話 就是造型就是會比較死板一點 所以我就是大概捲一下 像我就是比較隨心一點 就是不太會說 要分多少去或是怎麼樣 所以就是隨心一點就好 你有沒有看到這樣 頭斜一點 好 而且你們一定要有一個 像他沒有講 你們一定要有一個 捲完了以後 不管你是軟的頭髮 或者是粗的頭髮 捲完了以後 放掉了以後 不要去剝那個捲子 要等它冷卻 對 全部都冷卻了再剝開 是 不可以燙燙把它剝 一燙燙剝了 它又會很快就 拿型 像我這邊是非常明顯的髮圈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會用一撮頭髮 把這個髮圈給遮住 這樣就會有一體的感覺 對 費工 然後再準備一個小黑夾 把它夾起來 好 完成 兜裡不愧的妝髮達人 輕輕鬆鬆就做出 接近完美的編髮 連依林老師都想挖腳合作了 好 我們現在請老師再示範一個 一樣就是跟Dolly一樣的 差不多長髮 也跟妳的頭髮也差不多 然後除了這樣子編 還能夠要怎麼樣 要簡單 簡單 簡單 要準備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先立科長頭髮的編髮 有一個重點是 你可以準備各式各樣的黑色的 的髮 是 因為是黑頭髮 還是 淺色的也可以放黑色 如果妳本身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黑色的蝴蝶結 如果妳本身 妳不會用這種壓起來的 妳可以去買這種 只有夾子的 這個好 對 這個比較好 這個好 再來一定要可以有一個彈性繩 彈性繩都可以隨便自己綁 然後當然要有黑色髮夾 然後要有橡皮筋 最重要是可以有一點點定型液 好 前面那樣子很難跳 我們其實都不難 不用簡單 好 我們一樣來個大側分 我們就是大側分 小Z 小Z 就是 這樣 就線不要那麼直 有耶 看到嗎 小Z 有Z的嗎 有 有Z完了 好 然後我們先把前面這一區 一樣眉毛對上去 斜斜畫上去 把這一區先夾起來收好 我們前面 其實我的只是前面這個 分小小的停留住 把它分在前面放著 對 然後把妳後面的頭髮 綁起來 人家側分對不對 對 我們也來個側分 好 把隨便 不用管我們融為一體 咱們不搞這些東西了 就是緊就好了 去多少杯 好了嗎 還不錯 還不錯 有 不錯 把右手邊 右手邊 頭髮 拉到左邊 左邊妳綁了這個位置 然後再把左邊這一撮 跟它交叉 交叉 有嗎 妳看我這樣拉過來對不對 對 對 妳就是拉緊 在小馬尾那裡 然後就自己這樣轉 綁橡皮筋嗎 沒有 就兩撮 他們兩個自己轉 對 兩撮自轉 所以妳滿巧的 對啊 選什麼資格來手才助 妳看我看我 這樣對不對 轉好了對不對 對 這是不是尾巴 請妳 都要拉緊 隨意繞 繞也像可以這樣 轉完了對不對 所以甚至尾巴 這個不要收 我會建議不要收 然後妳就把妳的夾子 夾黑夾子的重點是 上短下長 有看到嗎 有 上面這樣 沒有 很多人不知道 一定要上短下長 然後妳要夾在靠近 橡皮筋這個位置 因為它才會緊 然後壓下去 好 來 妳看我 妳先看我 我們要距離頭皮鬆鬆的 大概這道2到3公分 妳只要邊髮中尾巴這一段就好了 妳根部這一段一定要鬆鬆的 因為等一下這個是我們要做 三星賴賴之類的變化 然後妳就這樣分三戳 要不要先順好嗎 對 要先輸順 順的時候要用手這樣 看我 這樣 這樣 用手 把妳的根部都抓好 都往前 對 抓好 然後根部要留2到3公分 不要動它 然後就把它分成三戳 看得到嗎 都看得到 看得到 這樣 山谷編妳會吧 就不用管 不用管什麼內彎不彎的 我們就是這樣子編 就是正常的編子 對...隨便編 編到妳天荒地老 這樣 我發現她手很巧 有聽錯 然後用橡皮筋 把它固定 大概三圈 OK 可以把它全部編完嗎 對 編到剩尾巴一點點 好 三圈 可以了 真的好漂亮 好 這時候妳可以摸一下 因為我們要固定了 因為我的頭型 其實是比較圓的 但是還是有一點扁 妳有看我 有 好 所以我們先把橡皮筋 這個地方先壓住 然後把 一定要先壓住這裡 然後去拉膨度 然後其實我綁頭髮的方法 很老土的 然後我就會用我的手 把那個髮流 一定要髮流順好 好 因為等一下這裡也看不到 只是一個膨度而已 沒有關係 差不多 好 我看 這樣 不錯... 不錯 不錯 來... 然後這時候 大家要把頭髮拉鬆的時候 一定要先從下面 下擺 然後要從 這是辮子對不對 大家有看到 辮子的外圍 這樣拉 然後你要把頭髮拉在 橡皮筋下面 你這樣握住 你不可以握在這裡 握在這個地方 握在這個地方 你就會拉不動 所以你要握在 橡皮筋的下面 然後這是辮子 辮子的外圍這樣拉 這個是外圍 對 你看這個是外圍有沒有 拉外圍 這樣 這樣 我們拉看看 好 拉外圍 外圍 新鮮姐外圍 這邊 這邊抓住 對 輕輕的 外圍 我知道 每一個都要 這樣嗎 對 這樣 對 然後這邊 對 這樣 是不是 然後這邊 每一朵都要拉嗎 對 對 每一朵都要拉開 每一朵都要拉 那妳會痛嗎 不會痛 沒有感覺 真的嗎 牙 這樣有嗎 這樣有嗎 新鮮姐有嗎 這樣會痛到我的頭皮的老化年齡了 妳看 我覺得它拉得不錯 拉得滿好的 好 大家拉好了嗎 都抹完了 對... 你要拉越鬆越好 然後立體度 就可以再多一點 然後我拉得比較隨心 對 然後檢查一下 不要太整齊 這個 這邊再多一點 好 這樣 拉一下 然後我還會把它這樣攤開 所以... 最後可以這樣 這樣 這樣攤開 妳看是不是很胖 對 越胖的 立體的花 越在妳等一下頭上的面積會越漂亮 好 秘訣來了 拉好了嗎 拉好了 好 我看 不錯耶 明天還硬真快 然後把它拉起來 好 妳會想說拉起來我怎麼固定對不對 對 把你的手伸進去 把根部這樣濕濕的 超鬆 弄鬆 隨便 弄鬆 一定要弄鬆 往後的鬆 弄鬆 好 大絕招來了 好了嗎 鬆了嗎 妳這根辮子 左手拉著辮子不要動 右手放到妳的辮子裡面 辮子裡面 這裡... 我教妳 妳看我... 只需要兩撮頭髮 快速變出俏麗髮型 其實它只有兩撮 就是左邊抓一撮 右邊抓一撮 永遠都是兩撮喔 兩撮而已 對啊...就兩撮而已 它就是一種 很像很隨勁 可是就是側邊看又有一種 手乾 這樣 後面 墊子後面 不是 等一下 我們是側分哪一邊 這邊對不對 那妳要壓這裡 放後面 等一下 不要放 後面這隻手不要放 好 這樣 對 拉鬆 然後把手壓進去對不對 妳就可以 這裡可以去做妳自己的膨度 然後妳就可以壓之後 妳就把它放著 放到後面 然後後面這一個 這個橡皮筋反折 要反折 不要拆掉 要反折 因為等一下要夾那個髮夾的 然後這時候 妳就可以用那個 旁邊的這些 然後壓住 這邊壓住 對 像我旁邊有這個對不對 對 妳看我 妳就把它這樣子翻上來 再翻上來 很簡單啦 這樣 這樣 這樣就有一個立體的辮子 在旁邊 然後呢 我會先把它 我會先把後面夾好 那妳 妳就是把妳的辮子反折之後 夾在妳的後腦上 這個 就是黑色蝴蝶結 對 這樣 夾到這裡 那我是用這個夾子 我會夾有一點點斜 所以妳要爛掉了 對 為什麼 一招不好對不對 對啊 沒有 就是回來 妳看到我是這樣對不對 對 那我們一樣壓好 不要緊張 大家不要緊張 我剛剛不是說要這樣曲起來 翻起來 對 這樣曲 這樣翻起來 夾子 老師妳說這最簡單的喔 最簡單的 怎麼了 沒有啦 它是在它收的那個 收的那個位置 等一下... 妳看我... 剛剛這邊不是鬆鬆的 我看妳 我上去 沒有... 妳不要動 我覺得很好 不要動 妳看我 比如說妳這裡很膨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很膨 把它這樣往下 妳要往這邊裡面 妳要用這隻手 往下 這樣 把它... 對 先壓住 對 然後用夾子固定 好 最後這一抽對不對 妳拉 這個裡面 要拉靠近脖子的 嗯 拉了嗎 拉了 好 握住妳的橡皮筋 握住 然後往上推 推緊 妳看我的就會再下來一點 就會再緊 我就會把它推緊 嗯 好 最後我們來收這個毛毛的 收毛毛第一個要 眼睛閉起來 不要像芳芋這樣 噴完 用妳的手 把毛毛的這樣 推進去 它才不會死 千萬不要用梳子 用手 小心妳的臉 妳看我這邊就收好 眼睛閉起來 妳就這樣噴 沒有 妳不要客氣的噴 壓 什麼 半年型 好 好多 趕快推 趕快這樣 然後推的時候 可以順便收毛的 或是沒有順的 好搞剛 女生 我看妳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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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頭髮 因為我頭髮比較少 因為我頭髮比較少 所以我就會把它推開 如果說我們這樣可以的話 妳下班如果有事情 妳就把尾巴這個這樣捲一下 捲一捲之後 把它往上夾 這樣隨便夾都可以 這樣就可以去參加Party 好棒喔 來 我們要轉一圈 好 好適合妳今天的衣服 還滿好看的 好看 好看 好 來 來吧 有洞嗎 沒有洞 沒有 用夾這樣 因為她頭髮比較短 明顯 好美喔 好看 好看 經過高人之典 鮮魚的編髮技巧大進步 也能編出可愛度滿分的髮型 看來嘉義時日 未來不可限量 結果一下來 我們來看看這是誰 佩儀好不好 是我 這用多久時間 這個5分鐘吧 真的還假的 對 因為我現在短頭髮 這很簡單 5分鐘 這就是把它夾 5秒鐘就好了吧 對 這很簡單 加上髮式更簡單 就夾在一起 但是我今天要交的是 進階版的 因為我現在的頭髮 沒有那時候那麼短 所以我都會 照我每一天起來之後 感覺手感是怎麼樣 就順勢的去操作 好 所以如果 因為現在很多人 其實都會剪這樣子長度的頭髮 事實上很流行對不對 很流行 可是它變化其實是有限的 我們來看看佩儀 要教我們操作 而且是進階版 這一張的進階版 是不是 要準備東西有什麼 我剛剛因為我的頭上 已經有一個 就是隨便這種小夾子 它只是讓我分區用的 因為我現在短頭髮 所以我就用到的尺寸很小 然後我會先把 因為我今天要編這邊 我只要 瀏海在這邊 我就會編這邊 那瀏海這一邊 就是編這邊 然後我會先把上面 分一小撮起來 是要我先編下面的頭髮 那剛剛看到那個照片 其實只是這樣子的扭轉 那這樣的扭轉 它的線條比較少 我說進階呢 就是有一點像剛剛老師 在編髮的過程 的兩骨 我這樣分一小撮出來 然後我這樣分成兩骨 有時候你可以這樣自己 兩邊各自轉 然後再把它繞一起 但是我今天是要 就是抓一點點 我也不知道這叫什麼 有點像蜈蚣變這樣 就像老師剛剛那樣 我這樣轉一點點 然後要交叉的時候 第一撮我不會編 然後第二撮的時候 我就會抓這邊的一小撮 然後過來跟上面這一撮 融回一體 然後再繞 然後第二撮 第二撮一樣 就是再抓一小撮 然後繞 那如果你覺得 像我現在就覺得 這邊有一個空洞 但沒有一定 我就會把這邊的再補進來 所以不一定是補多少 就是看你自己 然後補到 我看一下 再一撮好了 我其實沒有一定的方法 但是我就覺得 如果空洞不夠 或跑出來 我就會再編 好 大概這樣 然後下面就隨意編 然後再繞 其實這樣就有一些線條 如果你覺得太緊的地方 再把它拉鬆一點 你的空洞也比較能夠被擋住 像這樣轉轉轉之後 就這邊固定 然後一樣小黑甲 我需要的是 剛剛這個分區的髮夾跟小黑甲 那看你要幾撮 所以小黑甲就幾隻 那我現在是一撮反夾 把它夾進去 如果頭髮比較多的人 或是 像我今天編的比較粗 它會這樣膨起來 你就再夾一隻 要讓它貼緊是不是 對 讓它貼緊 因為我只是要這個線條 我沒有要它很膨 這其實是看你的 你手感 就是有時候你編的大小粗細不一樣 它有的那個線條感覺不一樣 這樣就一撮了 然後再上面這個 這樣放下來擋住 所以有時候我會想要頭小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放下來讓它擋住沒關係 但是我今天要編兩撮 所以上面這一撮也是 先蘇筍 然後 因為這一整撮都是我們要編在這的 所以我剛剛這樣也是一撮以後 再分一個小撮 再慢慢把它們加進來 然後這個也是 分成兩撮 然後繞 交叉繞 第一撮不編 第二撮 把它繞進來 然後進來以後 再換一邊 太難了啦 對嗎 其實它只有兩撮 就是左邊抓一撮 右邊抓一撮 左邊抓一撮融合加進來 然後右邊抓一撮融合抓進來 然後這兩撮繞 永遠都是兩撮 兩撮而已 對啊 就兩撮而已 然後選一個 不要跟剛剛重疊的位置 然後把它交疊在一起 把它固定住 其實妳夾夾子還滿厲害的 都不會看到夾子 一直就好 這樣這邊的頭髮是會有一些線條 然後我覺得其他就是捲度 再把它抓一抓 它就是一種 很像很隨性 可是就是側邊看又有一些 高竿 小心的地方 對 就這樣完成了 五分鐘就能輕鬆打造亮眼髮型 速度快 品質不打折扣 隨性又有型 手殘的人必學 不補流會怎麼抓 記住老師的小訣竅 不管妳分哪一邊 有沒有 我就是眉頭對眉頭 是這樣子 沒有前面這一條 對 眉頭對眉頭 不會覺得那一塊是 正正方方的感覺 對 所以一定要挑 有點三角形的感覺 對 前寬後展 然後眉頭 前寬是眉頭對眉頭 然後慢慢往上展上去 因為它這樣閃開的話 其實到這一邊的側面 它都會是接得起來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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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個是不是都剪這樣子 除了剛剛佩潔示範的 那個自己操作其實有點難 真的 對 那個真的比較難 我們可以戴個頭褲就好 或是帽子 帽子 對 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一點的 好耶 妳每一個都說很簡單 好 先 這個真的很簡單 先把這個 瀏海 小瀏海 先收起來 不用分區 好 這樣子是指的吧 是 而失明的話我就會 因為比較短的人 他頭髮 有時候編比較沒那麼好編 如果你抹膠的話 會太硬 好 抹定型液的話也是 所以我就抹的這個是 男生在抹油頭的 會油 不會 這個不會很油 然後分音區直的 一樣是扭轉 往上 這很簡單了吧 我沒有在交叉的 就是一邊扭 然後一邊加 這樣 再扭 再扭 這樣很簡單吧 是一戳的 抓一把 扭兩下 再抓一把 再扭兩下 對 酷 這樣很簡單 要扭到哪之後 扭到妳扭不到為止 對 扭到尾巴 對 因為它後面短 所以就扭到妳 不能扭為止 可是要往下走對不對 對 要往下走 不要翹起來 不要 一定要往下走 然後這個就要綁到底 綁到髮肌線 看到嗎 綁到底 一定要綁到底 妳頭不要低 對 因為妳頭低的話 後面的位置會不對 好的 我們自己綁也不能頭低 不要太低 然後要拉緊 先拉緊 好 拉緊這一邊就可以不用理它 好 等一下再來夾 換這邊 一樣 往後扭 拉看一下 扭一圈嘛 抓一戳來接 這個就沒有分區的問題跟位置了 就是妳可以很隨性的 可是往上扭跟往下扭 有不一樣嗎 會 往上的話 圓的或方的臉會建議比較往上 但是眼睛就會往上掉 對 往下扭的話會比較復古 會比較優雅 那妳會發現我這裡是沒有扭的 對 因為這裡我要做頭型的 然後其實通常我們轉的時候 妳一定會有一些沒有收到 對 其實那個都沒有關係 妳就最後交叉 把它 妳也可以不要交叉 全部都收在一起 就用妳會的方式 夾子 對 夾別人都可以 一定要夾在橡皮筋的位置 我的這一串的橡皮筋在這裡 才會卡住 對 然後如果像這個 妳沒有編到的 會掉下去的 妳先把它往上拉 然後髮夾是先往上 再往下 插進去 看得到嗎 很緊 好 這比U型夾簡單了吧 有 很簡單 我現在都不敢用U型夾 因為其實有時候 你可以看正面 有時候妳這邊邊可能沒有 蓬度 頸度沒有一致的話 妳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修飾 這樣子它兩邊就都一樣了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後腦勺 要做頭型的 要先像它一樣先捲過嗎 對 其實中長髮要編髮的人 一定要先上一點捲 對 然後尾巴要留住 對 清楚 把尾巴就好了 對 把尾巴 然後妳推完頭型 這個啾啾一定要留著 好 才可愛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夾髮夾 然後再去夾一個髮式 在妳最後面這一撮定位的橡皮筋的位置 就可以 好看 通常其實我的習慣 我的習慣性是夾完髮式之後 我會壓住髮式 再去這樣拉一下 就是妳這樣壓住 我會再去這樣調整一下 上面 下面各個都調整 這樣 然後最後這一撮放下來就可以了 放下來 對 這一撮的訣竅要多少 位置就是妳的眉頭對眉頭 不管妳分哪一邊 妳看正面 不管妳分哪一邊 有沒有 我就是眉頭對眉頭 就這樣子 只有前面這一條 對 眉頭對眉頭 可是妳看我的後面 是斜的 因為我是分這邊 不會覺得那一塊是正正方方的 對 所以一定要挑前寬 有點三角形是不是 對 前寬後窄 然後眉頭 前寬是眉頭對眉頭 然後慢慢往上窄上去 因為它這樣閃開的話 其實到這一邊的側面 它都會是接著起來 對 OK 所以憶瑩老師的魔爪 是魔手的心心打道之下 學會讓眼睛為之一亮的編法 再也不是夢想囉 好 今天大家的編法 就是利害組的 妳可以上他們的網站 他們會教妳講細的東西 這好玩了 重新開始 對... 重新再自己練一次 或者老師介紹的東西 還有工具 上哪裡買 網站都有告訴妳啦 好嗎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婆